哈囉大家好 今天跟新馬奇英雄傳合作的影片 其實就是我的高中回憶 大家記得去載來玩 然後來聽我說說故事 這篇故事裡面的所有人物都真實存在 現在我來一一介紹 前面是斑花婷婷 她很香 就連體育課玩都是香的 真懷念 坐在我前面的是斑花小姨 她是個單純可愛香的女孩子 個性很隨和 她身上有一股擦牌衣物柔軟筋的香味 她只要甩個頭髮我就會聞到 真滴香 而我旁邊宣哥 美睫下課還有午休都會去打籃球 打完回來滿身汗 制服變透明的 就直接趴著休息 我就美睫客看她的衣服濕了又乾乾了又濕 而且她會脫鞋子襪子 因為夏天真的很熱 又看到這個畫面 感覺更熱 而且很不舒服 然後她身上也有體香劑的味道 她是買那種噴的體香劑 噴完跟她的汗味中和在一起 這兩種味道不會互相抵銷 而是昇華成一種新的味道 難以言喻 光是視覺 右邊是地獄 前面則是一片綠地 所以我那時很抗拒往右看 要不是小儀坐我前面 我可以吸她補血 不然我一定撐不過那學期 然後宣哥平常也是一個好人 所以我才能忍下去 接下來是阿文 阿文是公認的爛好人 傳說中沒有人看過他生氣 他會吸引所有類型的同學跟他攀談 宅男會找他 打籃球的會找他 女生也會找他 坐在阿文後面的肥仔 每次都會叫阿文看他玩的東西 阿文你看這個球子我一直看這個超屌的 阿文下課時間 就算剛去一趟福利社 還是會被拉去第二趟福利社 上廁所也是 他就是這樣的爛好人 我們都叫他念手操縱者 阿文 因為很多人會纏著他 這個是我們搬上一個手機癡狂者 每天打PSP跟Sony的手機遊戲 他矮矮胖胖的 綽號動漫肥 他在桌子下偷玩PSP 老師連記他七字警告 其實這樣玩看似天意無風 但從講台上看超清楚 火影跑法也是動漫肥先開始的 那個年代很少人真的把動漫的動作套到現實中 他算是先驅 我覺得他很猛 他蹲下來的姿勢也很帥 我們稱為動漫蹲 升級的時候主任喊坐下 就看他在那邊蹲得很長 其實他是影響我深遠的人物 我很多動作跟習慣都是跟他偷學的 這個是我同學阿輝 燙那個超長髮根燙 然後髮蠟抹完噴定型液 抹起來超硬 感覺會刺傷人 然後他整天拿光男買的方鏡在那邊照啊照 不過因為他很帥 因此他做了這些行為不會讓人反感 我們午餐有團散 就是三鍋菜給大家盛 有定團散的同學才能吃 但是有些沒付錢的同學會來搶食 他們會等大家盛完才去盛 吃大家剩下的 你可以叫他們狩獵者 也可以叫他們乞丐 他們覺得吃剩的東西不會影響到別人 但其實會 因為我會想吃第二碗 有一次有幾個定團散的同學先去打球 才會來吃午餐 結果回來就被狩獵者們成光了 其中一個籃球員直接爆氣 這些狩獵者們終於被踏伐了 其中一個狩獵者就是伯君 但他人員很好 所以沒被攻幹 被攻幹的都是人員比較差的 像是坐在阿文後面的秋之回憶哥 真是殘酷的現實啊 這種班隊國高中都有 很喜歡共享一張椅子 喀來揣去 他們會製成一個結界 大家都會很不自然的 不敢靠近 也不好意思看過去 最後一個是隱形人阿張 這時候我班上一個同學 綽號石頭帽 他就像一顆石頭 你經過也不會注意到他 我們唱歌打球去圖書館 打撞球都有他 但我每次都是中途才發現 欸?這誰的歌聲? 幹!到來喔 這些就是這次的真實故事 你們可以分享你們的 國高中同學回憶在留言 感恩 爸爸 他不是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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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宏傑 他不是阿文 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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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文